社聯早前透露,研究在本港推出貨櫃屋或組合屋 初步有發展商願意以1元象徵式租出土地 計劃最快明年推出 而發展局局長王偉倫也表示 希望引進內地有關單元預製的建築技術 臨時組合屋在本港是否可行呢? 立法會議員尹兆堅早前分別考察荷蘭和英國倫敦 五條過渡性房屋屋邨 他代表民主黨發表相關研究報告 他認為外國建造臨時組合屋的技術可行 造價便宜,值得本地參考 他建議以過度性性質 比輪候公屋三年以上 或住屋條件惡劣的人入住 而租金比例就定在家庭收入25%至30% 王兆堅又說 如果要興建臨時組合屋 政府政策可能要鬆綁 包括釋放限制官地 他估計佔地110公頃 900多塊短期租約用地 最少可以提供1萬4千至2萬個 200至300呎的組合屋單位 他提出一個興建組合屋的理想視點 就是佔地60公頃的迪士尼第二期發展項目 其實我們目前還有一塊地 非常之大規模 是可以用得著的 是需要用的 都是政府限制地的 就是迪士尼第二期發展 那個位置是恩澳 並且最重要的那塊地 是有60公頃 60公頃如果用回我剛才的估計 就算差不多到七八千至一萬 這些組合屋的單位 而最重要的 它是限制的時間 隨時是十年十五年以上 既然是這樣 為何那塊地在恩澳站附近 放在這裏 又不動呢 這個當然我知道 是會有多少技術限制的 包括土地用途 轉變上成規 我覺得這塊就算是要轉 都值得做 王兆堅期望組合屋的發展模式 可以由政府主導房屋處管理 LiveTV記者 蔡家純報導